一百天 这笑声什么意思呀 不会又不记得我了吧 你方向好像走反了吧 我的方向随时可以更改 尤其是遇见像你家的美女 你干吗呀 我的方向也可以随时更改 尤其是遇到像你这样的无奈 我们就只是第二次见面 怎么着你对我说话 能不能客气一下呀 不好意思 我对人从来都不客气 尤其是对你这种 风流诚信的 听起来对我很了解嘛 对我有意思啊 于不记 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 现在大家都紧锣密鼓地 忙得不可开交 而你呢 却还在花天主地 我确你还是好自卑之 我这车去赶高铁 出公差好不好 我可是有自己事业的 在下国际体验是一枚 幸会 谁走 你